它为啥就是湖 那就是这种水草丰美 是吧 鱼米之香啊等等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 鄱阳湖 每年十月至次年三月 鄱阳湖水落滩出 丰富的水生冻植物资源 吸引大批候鸟来自越冬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鸟类保护区之一 这里栖息的湿地鸟类达三百多种 被称为候鸟王国 如果是在长江里面来比的话 和生物多样性自称是独特的 你叫北鹤 而且金兮鸟类它自语就不样不有 因为东东湖都很少了 全世界大约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灯黄白灌 也是在鄱阳湖的越冬 所以这第一个猴鸟完成它的生活史 鄱阳湖是启动了决定性的作用 洞子里村位于鄱阳湖一个不起眼的小岛上 整个村其实只有一户人家 年育古兮的李春茹既是家长村长 也是一岛之主 恰逢端午节 李春茹带着全家老小遵照着传统民俗过节 每天李春茹都要沿湖步行巡护 观察候鸟的动向 过节也不例外 在他手里救活的候鸟已经有数万只了 当地人都亲切地称他为候鸟医生 李春茹家屋后的小山正栖息 背着数万只候鸟 鄱阳湖的候鸟不仅数量多 越冬七夕时间长 而且以多种世所罕见的真情而举世闻名 这三层这种全部是鸟 我这个下荷鸟大鸟小鸟加一来 价以五万了现在 这个鸟大鸟是四个乘下一个 一个都没有走 这是极懒的鸟 苍鹿极懒的 他朋友一走 他要妈妈爸爸妈妈给他喂食 这是那个鸟 现在他缩下去了 将来买个鸟在外边 他将来喂食给他吃 自小在鸟阳湖边 看着候鸟长大的李春茹 对候鸟有着特别的感情 在过去 当地常常有猎杀候鸟的事情发生 这让爱鸟如命的李春茹 看在眼里 痛在心里 这个三要混四要混 这两个鸟要长一走 现在没有人 现在他们不赶头了 这个鸟多大了 它都不鸟 它主要是流鸟汤 这个鸟带走带不走 嚼嚼嚼啥 这个鸟带走 呼发呼发 麦克皮尔 起包那个 对于候鸟来说 危险不光来自盗猎分子 有时极端恶劣的自然天气 也会对他们造成伤害 昨夜刚下过一场暴雨 这让李春茹很是担心 已经盗掉了 盗掉了 不要紧吗 它掉下来了 你看啊 里边 马鸟坐一台好 坐一台好 坐一台好 六岁来个头 照顾脚下下 这叫中喷嚼 我这待会医院检查 待会医院检查吗 对对对 2013年2月 在众多爱鸟人士的资助下 李春茹成立了 中国首家候鸟救治医院 虽然整个医院 现在只有他和志愿者 徐小华两个人 在外人眼里 设施也颇为简陋 但李春茹已经非常满意了 李春茹给这个受伤的小家伙 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后 决定再注射一针抗生素 防止感染 从这样大地 不能打这一只 打这一只就不行 吃不消 李春茹早年曾当过医生 算起来 他从事候鸟救护工作 已经长达37年了 吃掉人或吃掉鸟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有个穷隆的基因 是什么 热小卢 是吧 虽然它的改保生理跟人不一样 但是它的发病机制 病例变得传播卢性是一样的 所以我这个人意思 现在别人了意思了 随便看这都可以 这里是给受伤的候鸟们特制的病床 他们将在这里等待伤芋放飞 李春茹有个习惯 那就是为每只他救治过的候鸟写病例 病例上检查体征 医嘱记录 甚至出院小结等 应有尽有 丝毫不逊于正常医院的诊疗记录 每天的巡护虽然枯燥 但李春茹眼中的护鸟生活 却失意盎然 我是先喜欢鸟 后喜欢吃 你看 生红火场露仙草 下日荷花鸟各样 这么多荷花 这么多鸟 修梁旧方文雅义 东汉小票和书腰 这就是 保养国的实情实情 这么多年来 李春茹写下的一千来首诗 都是对人鸟和谐景象的描绘 在那帮纯静的精神世界里 有湖光炼焰 万鸟欢腾 有离恨孤仇 丝鸟心切 他用诗歌的浪漫 打造出一份独有的 婆湖风情 山上露仙下的狐狸要救助 这就是我的生亡方式 至于我今后的打算 让鸟能藏在鸟鸟鸟鸡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